好 师傅 我现在是1966对他嘴巴讲 1966数码的 就他是吧 对 你儿子啊 他是200912月有那个脑梗 引起半生不睡 主要是由心脏原因 知道 看到了 动脉血管硬化 引起 七年八月他又有一次脑梗 嗯 所以我是想知道他有没有灵性 一个是你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 你自己打胎孩子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一个是他过世的一个亡人 小时候领过他的 男的 头发花白 前面很少 往后梳的 脚子蛮高的 脖子蛮长的 男的 对 他爷爷或者是他的外公 听得懂吗 听懂 你叫他好好地修啊 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不想讲 他现在是讲不到话的 对了 就是说了太多坏话了 我告诉你啊 他现在很麻烦的 你要叫他念经的 他很厉害的 他现在不会讲话 他过去会讲话的时候可厉害的 他这个心啊 就是人家对他好 他也是对人家很好 如果人家对他不好啊 他那个杀念都会有啊 很厉害的 他 杀生啊 太多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说说 背痛 前立线 小便不好 肾脏不好 对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叫他念经要改 要要忏悔过去做错的事情 他要他自己念吗 他要他自己念吗 当然自己念了 né不出声音没关系 眼睛看着心里念念镜就是眼睛看着心里念 就可以了明白吗 明白了 他脸上越来越好了 不凶了就好了 他现在那个脸很凶 小声怕怕 好像这是首歌 听得懂吗 好好修心 好好念经 不要乱来 他有一段时间乱来的 他跟几个朋友都不是太好的 所以以后要好好在家里拜佛了 明白吗 给他报应很快 因为我告诉你 他如果不好好念经的话 他一年半之后不是脑梗了 是完全是脑溢血 脑溢血的话 就血管到血管外面来了 不是动不动 整个昏迷了 没有用了 就没有用了 因为你去问医生 脑梗之后非常容易脑溢血的 而且叫他要吃素了 他不能再吃昏的东西 你是他老婆啊 你怎么这么怅 怅着他的了 我叫吃素他不要 他不要就这个样了 你不会讲话了呀 很简单一定要吃全素的 否则做不到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没用的 他没用的 不吃素 他根本解决不了他血液循环的问题 他现在血凝度高得不得了 胆固醇也很高 对不对了 还有就是我我怀疑是不是我家里有没有问题是因为2007年的时候我物质全部烧了全部烧光了是吧 对 好了 烧光之后在这个地方又盖起来了是吧 对 不能住的 这个风水都不懂啊 所有凡是烧过的地方 绝对不能再住了 这都不懂啊 全心起过了 我问你呀 弄一个碗 好吧 吃饭的碗 结果呢 最后呢 全部弄脏了 被大便都弄上去了 你全部洗干净了 你再吃呀 小孩子就听得懂了 我告诉你 凡是被火烧过的地方就叫凶宅 凶宅的话绝对不能再住的 听不懂啊 凶宅还有进门 明白了吗 做得再漂亮没有用的 因为火一烧鬼全上来 所以火跟血最容易惹鬼的 所以很多人 那种那种道士 做法士的时候 他一把剑上 他一定要弄点血 这听不懂啊 为什么很多小兄弟 搞什么都弄点血啊 鸡血 就是跟鬼知道 我们是兄弟了 听得懂吗 听懂 所以这个火一烧 鬼全上来 你们家全部都凶宅 绝对不会太平的 真的不懂啊 赶快搬家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弄到全家都有问题 全家都会有问题 而且都会 哎呦不好意思讲 死光光的慢慢的 绝对不能住了 你知道在香港 这种房子挂牌叫什么 叫凶鹰宅出售 鹰宅出售 就是明明这个价钱 市价它就卖一半 那你穷 你没办法 你想住进去 它就告诉你 刚刚死人叫鹰宅 这个着火的叫鹰宅 就是这样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都不懂啊 而且我看你们家那个房子弄得太豪华太大 重新造了之后 进门有个楼梯好像 对不对啊 给你们的颜色看看 这样我是需要 什么小房子 小房子 你现在有大房子 所以要小房子 小房子先给家里 大房子是我住的 给家里现在这个房子念56张之后会暂时太平 太平一段时间之后还会不太平 听得懂了吗 所以先赶快念56张 念完之后家里会太平一点 各方面会好一点 但是还是想办法要搬 明白了吗 不搬绝对不行 花再多钱也得搬 你们大家记住了 凡是老人家 家里有一个人过世了 老伯伯 或者老妈妈过世一个 千万要搬家 如果不搬家的话 这个亡人经常会回到自己家里来找你 所以千万要记住 凡是死了一个人 这个人只要你让爸爸慢慢活 再怎么样也要让他先离开这个 过去跟他一起生活的地方 否则阴魂不散就天天回家 明白了吗 老人家就看到这个想起老公 看去那个想起老公 然后慢慢的难过 想老公 老公就天天回到家 因为他熟悉嘛 所以他很快这个老妈妈就走掉了 一般都是一年到两年当中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教你们很多道理的 走的之前不能在老婆 这个亡人要走之前 不能在亡人面前讲话的 说哎呀你先走吧 我过两年来看你 不能讲 鬼全部在边上 第二年保证死掉 不能讲的 这种东西 他讲了是吧 看见了吗 他讲他自己要走了 他讲啊 你怎么还这么开心啊 你这种老婆呢 明白了吗 你当心啊 你老公脾气很坏的 他在难过了现在 表情很快嘛 我都不知道你在笑还在哭呢 啊 我告诉你 像他这种人 我告诉你 过去讲 陆林好汉 他不怕死的 他如果不念经的话 他不怕死的 他什么事情 坏事都敢做 你听台长的话 从现在开始 好好念经 改变自己 你不要以为 你死了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你到下面去更痛苦 而且你害活着的人 你有本事把你老婆 好好的跟他过 多过一段时间呢 你死了算什么 算英雄啊 你有本事不要死 活在人间 好好照顾老婆 照顾孩子 这才叫男人啊 把身体好好养好 那才叫做人 你看他多痛苦啊 天天 明白了吗 听话了啊 好好念经了 他要念多少个小房子 没有关系 我刚刚已经讲了 刚刚讲了2000张是吧 没有 没讲啊 56 56张是家里房子呀 对 他自己一共要念1300张 1300 好吗 好 你让他念 念到之后 他会好起来了 念到之后 他人会越来越善良 你不要哭了 你要记住 很多都是缘分 好辛苦的 都是 辛苦 我告诉你 这也是你自己的冤结 缘分 我告诉你 人跟人在一起 就是一种缘分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 尊息善缘 明白了吗 好了 谢谢 谢谢 缘分